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们的武器装备虽然不能和西方国家相比 但在亚洲那也是相当优良 日军更善于创造性的发明一些史上不一无二的战术 充分显示出 他们是一支有个鲜明特色的法西斯军队 日军从古至今就不是以大规模兵团战术建成 而是越是小单位的部队 焕发出来的战斗力 已经战斗智慧 越是天下无双 反倒是大规模兵团战役 日本人那种天然静视眼的弊端就显现佩制 所以日军长于战术而短于战略 是千古易如的 抗战中 我军官兵也发现 小五日军格外凶悍出色 他们三五成群 战术分工明确 有负责机枪掩护 有负责制弹筒消灭敌方火力点 而冲锋十日军也从不蜂拥而上 而是三人一组 三组为顶型阵型 相互演应 轮番发去进攻 所以尽管人少 但进攻范围非常大 竟敢以少攻多 而且屡屡成功 从古至今 军事行动都需要明确的指挥信号 所以自古以来 就有一系列以金古旗帜为信号的指令 旗子是其中最有力的信号方式 它无声无息 但万众瞩目 指向哪里 就会有千军万马跟随 信奉千百年武士道的日军也深安辞道 甚至将它发挥到最细微的单位中 即使只有三五个鬼子 他们也会将其与运动的炉火纯青 中国观众从各种影视作品中 都会看到这样的情景 一群日后中 从有几个家伙的步枪上 绑着一面小高要旗 那可不是哪个日本兵兴趣爱好绑着好玩的 凡是绑着这样小妻子的鬼子 其实就是一个引导引导作用的小骑手 战斗中 他们身边会聚集几个同伴 这个鬼子往往就是核心 他一般都是战斗经验丰富的老兵 或者军 曹世冠 他用这种简陋的妻子 指挥几个日本兵 形成一个虽小但非常凶悍的战斗小集体 往往几个人就攻克中国军队连排一级的阵地 能量不容小觑 所以 抗战时期 我军都知道 看见这样的鬼子 首先就要给他致命一枪 参考文章 抗战时期日军小兵对战术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